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要进到一个超级霹雳无敌宇宙重要的章节 也就是我们要的科学方法 你要知道你升上国中之后 你现在马上首当其中学的科目是不是叫生物 那未来你会学到学章节口中的大魔王 也就是所谓的理化 那不管是生物还是理化 甚至未来我们讲地球科学 这些我们都在国中归纳在自然科里面 而实际上自然科的完整名字叫自然科学 他有提到科学两个字 你要知道什么叫科学 科学其实就是探究世间万物 探究世间真理的一个过程 而在探究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所谓的科学理论 那你必须知道我们这些理论的深层 包含我们今天在探索科学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必须得是严谨的 不是我今天我觉得怎么样 我个人觉得怎么样 我就直接在没有求证的情况下 直接大声的站出来 跟大家讲 我觉得怎么样 这样叫做嘴炮 这样不叫科学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学习一套脉络 一套流程 由这套流程所诞生的最后的结论 才有办法去说服众人 你说的东西 以现在的证据来看是对的 可以接受 所以我说这个章节非常重要 不管对于你面对这个科目的态度养成 甚至在未来 你比较关心这个 在未来的会考里面 这个是必考的章节 一定每一年都会有相关的概念 作为题目出出来 所以要把它学会是非常重要的 OK 好了 那我们就往下走了 那等一下 我们刚才一直跟你说要有一套脉络 要有一个流程 那所谓的流程就在这 首先你一定会有观察 然后提出问题做出假设设计实验分析结果 发表学说 这一套顺序 那我跟你说 很多老师会直接告诉你 各位同学 学习科学方法 很简单啊 来把这套流程来 框起来 打猩猩背起来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章节 有够无聊的这个章节不就是背吗 但实际上 老师会完全不希望你就是 我们在记流程的时候用背的 但针锋不希望你用背的 因为实际上啊 你在日常生活中 你在很多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在不知不觉里面 其实你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脉络 去解决问题了 来 所以就让针锋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带你想一次 那这样想一次之后 我觉得这个步骤 你就会不知不觉记起来了 好那老师的举例 一定会稍微恶心一点 因为我觉得这样 你才会更有印象 好咯 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叫观察 那你看哦 假设你先回家 回家之后 你在你家 你可能回家急急忙忙 想要上厕所 结果一到家门 进到厕所之后 发现哎呦 怎么马桶里有大便 没有冲掉 哎呦 那这就是你的观察 你观察到有人大便没冲水 那通常马上 第二件事情 你会想到什么 好除了你可能很不爽以外 那第二件事情 通常你心里内心 是会开始有疑问 到底是谁 在这边乱大便 而不冲水 这是你会提出来的问题 对吧 所以观察通常 马上伴随而来的 就是提出问题 接着 你就会开始 为这个问题 找一个答案 你可能会做出假设 就哦 我知道 哦 有可能是爸爸 因为爸爸 常常都干嘛 爸爸常常都 就可能 日常就那个上厕所的时候 就不爱冲水 你就会做出假设 那你做出这样的假设之后 你接着就会干什么 哎 你就要去求证嘛 那求证当然有可能 直接去问爸爸 但爸爸不一定会承认啊 他就问 怎么 怎么是我 每次都怀疑我 可是爸爸不会承认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怎么样 能够 做一个可以说服人的方式 于是你可能 偷偷的把大便的简体 好采集起来 默默的 就扣一小块大便起来 然后放在夹链袋里面 接着想爸去收集爸爸的细胞 就可能爸爸 每次过去摸一下爸爸啊 或是去抓他头皮啊 什么之类的 采集了一点点 爸爸身上的组织 连续剧不是这样最爱演 最爱去偷偷的 去收集人家的组织 收集人家的细胞 然后去做亲子鉴定 那你没有要亲子鉴定 你只是要去鉴定 这是谁的大便而已 好 所以你设计了这样的实验 然后就有 那个我们分析后续的结果 那如果发现 哎呦 真的经过实验室的比对之后 发现 里面大便里面 有的那个残位细胞 然后跟 你可能从爸爸身上拿到的细胞 想比对发现 是同一人的 那不就验证 在家里乱大便 然后不冲水的 就是爸爸 所以就验证了 你看分析完这些结果之后 就验证了 如果真的是 那你就可以在全家面前 大声指责爸爸的不是 哦 爸爸就是你 别赖帐 我们分析完结果 就是你 对吧 但如果不是呢 你发现两者是没关系的 代表大便的是不是另有其人 那你就只能干嘛 你就只能重新假设 我要追根究底 就是要找出到底是谁 你只能重新假设 既然不是爸爸 那会是谁 就说哦 我想到了 真风早上曾经来我们家做客 你是不是就可以 重新做一个新的假设 那如果不是爸爸 那想必就是真风了 所以搞不好是真风去你家乱上厕所嘛 于是你可能就忽然说 真风我想要问你问题 可以问我问题 可以问你问题吗 我一定说可以嘛 结果你借我亲近我的过程中 搞不好不小心 就是偷偷的从我的手 抠下一块皮 然后再拿去做分析 然后再重新做一次结果 结果你发现 哎呦 刚才我们误会爸爸了 做完比对之后就发现 哦 那个里面大便 有的细胞 跟你现在采集到 我身上的细胞 是相吻合的 那是不是就验证 哦 原来大便的不是爸爸 大便的是真风 真风在你家乱上厕所 你就可以找出凶手了 对吧 只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告诉你 实际上 你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不就遵照的这一套流程 这一套SOP 在解决问题 对吧 所以实际上 你可以按照这样的例子 去想一次 那这样的一个步骤 你就不知不觉记下来了 好那考试会着重在什么 其实了解步骤没有很难 考试会很着重在 它会设计各式各样的实验 或是它会给你各式各样的情境 要你自己去填 这样的情境 是符合我科学方法中的哪一个步骤 究竟是提出问题呢 还是它正在设计实验 还是它已经发表出来了 所以这个 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 来带你看看 真风到底在讲什么 那等一下我讲的这个例子 你只要能够理解 你也都能带得出来 那相信 其实你对科学方法的了解 就已经蛮透彻的 那后续 真风会再带几个 都是在大考里面出的题目 还有 老师自己亲自做改编的题目 都会带你看 那这些东西如果你都会 那我相信 科学方法不管怎么考 都考不倒你啊 好了 那我们就来看例子啰 好 接着跳到下面之后 应该很多人就会说 诶 老师怎么各式各样残寶宝剪 诶 如果你讲的出来 这是残寶宝剪 我觉得超级无敌优秀 因为 现在好像国小 养残寶宝已经不是一个 必备的实验了 对不对 因为老师以前小时候 我们每一个人 福利社都会 每一个到一个时节 都会卖残寶宝 然后每一个人都得要养 就是你都要养 然后还要做生活纪录布 但现在好像 好像 现在的福利社 好像都没办法买到这些了 对不对 好 那anyway 不管 不管你有没有看过 其实这个东西在 接下来你往下拉之后 有些人可能一看到 就老师这里怎么有 各式各样残寶宝的剪 如果讲得出来 我觉得蛮厉害的 因为 现在的国小是不是已经 没有把残寶宝列 好 接着我们往下拉之后 你会看到 哎呦老师怎么 各式各样残寶宝的剪 如果你还讲得出 这是残寶宝的剪 我觉得超级无敌优秀的 因为 现在国小是不是已经 没有把残寶宝剪 列为必养的课程 老师小时候 我们都会干嘛 我们那个福利社 到每年 每到一个时节 都会卖 就是一盒一盒的 残寶宝给大家养 你说老师怎么那么好 因为那个 就是我们会有生活 那个实验纪录部 然后都要把残寶宝 从小到大 完全的记录下来 所以它是以前 国小的一个必备课程 不过现在 我在那种班上 问同学的时候 大家就说 没有啊 我们小学的时候 没有养过残寶宝 好 我觉得 算是有一点点小可惜吧 但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你现在刚好暑假 对不对 如果你真的想要养 虾皮上老师讲 超多卖家的 你去买个几只 跟妈妈稍微沟通一下 我觉得 妈妈应该是不会说什么吧 除非妈妈超级无敌 怕残寶宝的 然后 但是我想 你在买这个东西之前 你可以自己先去找 你们家里附近 其实不难找哦 有时候路上的那种 就是路边的树 其实你会找到 叫商业 好 你得先确保 残寶宝的食物来源 确定了 那你再去养它 啊 它其实蛮好养的 OK 就是你让它 把环境顾好 然后给它 吃商业 然后都要吃新鲜的商业 所以我才跟你说 你必须顾好 你不能说老师 我就在虾皮上买就好了 有时候它运过来 那个商业有时候 都已经有点老掉了 啊这样残寶宝 有时候很傲娇哦 它也不一定会吃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说 你可以先去找 你们家附近 可以拿到商业的地方 然后再 找确保食物来源之后 然后在虾皮上面买 然后用个小纸盒 其实就能养了 OK 就是残寶宝 然后 我跟你讲 你说老师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 什么是商业啊 我听商业是啥啊 我就不知道 你可以先到Google 先搜寻商业的样子嘛 然后去比对 啊如果你真的不会 老师在那边偷偷推荐你一个APP 我觉得超好用的 这是 我把它弄在我自己超常见的APP 其中之一 叫形色 身为一个生物老师 我想 身为一个生物老师 我不见得 真的就可以 辨别路上 所有的生物啊 所有动物啊 植物到底是什么 但其实大家都会对老师 有一个很大的期待 就啊老师 你是生物老师吧 诶那这棵树是什么树 真的很容易这样哦 就 只要人家知道你是生物老师 他就把你当成百科全树 所以我问 哦这是什么树 哦这是什么鱼 哎呀呀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都要问我 看我怎么可能每个都知道 这是我兴趣 我会喜欢研究 但我也不可能 所有东西 我想 你学到越大 你会发现你其实懂的东西越少 因为这大自然实在太奥妙了 你要学习 真的是学无止境的 但有一些工具 你就可以拿来应用 这个就是我超爱用的工具叫形色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 如果不知道你可以去载 Google商店就有 或是那个 Apple的那个 iOS store应该里面都会有 就是我跟你说 这个这个App超猛 就是你今天看到一个植物 你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拿你的相机拍它 它就会分析 那这个准确率 大概到八九成以上了 除非你真的是拍很冷门的植物 要不然 基本上它只要拍下去 大概给它个十几秒 再分析一下 它就会直接跟你说 它是什么植物了 超久了 我每次拿这个东西 人家问我 然后拿这东西扫出来之后 大家就 我天啊 建好这个App我也要下载 我帮它推广一下 这个App认真好用 OK 好 我们拉回正题 回到这里 老师家里养了各式各样 就是什么生物 基本上都养过一轮了啦 举番说 简单什么 鹿龟啊 蜥蜴啊 这些老师家里都有 老师还有养蚂蚁啊 然后老师最近很疯 斗鱼 我养了世界多的斗鱼 就一大堆 各式各样形态的斗鱼 那有一些是比较 当然是要专业照顾的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照顾它 那有一些 我也希望带着我孩子 就可以一起养它 那养它的过程中 我也希望可以培养它对尊重生命的态度 就是要好好的去对待这物种 如果你养它了 就好好照顾它 同等哦 你今天如果养残宝宝 你也要做到一样的事情 不想啊 哦 反正它还五块 哦 扁掉就扁掉 不行 它都能到你手上了 你就是它主人 你就必须要好好的照顾它长大 OK 好 那 残宝宝 其实就是我选出来给我儿子养的 那我儿子那时候 其实才 就是我去年给儿子养的啦 那时候它还四岁 我就让它 它其实就养得不错咯 虽然 虽然它就知道 哦 爸爸叶子用完了 它就知道 把叶子丢下去 然后那时候我一样也是在虾皮上面买的 然后很神奇的事情是 我把这些残宝宝 把它喂到大 然后它们陆续节俭了之后 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那时候弄出来的茜 五颜六色的 就各式各样的颜色的茜都有出现 这完全颠覆我以前的认知 因为我小时候养 在福利社的时候 我养出来的茜 每一个茜都是白色的 结果 我们那时候我从虾皮上买来之后 因为我是买那个啦 其实我就跟你讲 我是买综合组 就是它有分各式各样的产 那时候我很好奇 我就买了一个综合包 结果我就养出来 哎呦 竟然各式各样的茜都有 其实我也觉得很新奇 那我想说我藉由这个当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跟科学方法 可以做什么样的结合 来一起想一次哦 我养到的残宝宝 结茜之后 各式各样的茜出现 虽然旁边老师表格有讲到说 我观察到什么 来帮我写上 我观察到 我发现了 前面跟你讲的关键字嘛 题目只要讲观察或发现 那这个 你要讲得出来 这是一开始我们 找到的一个情况 我们发现 茜的颜色 不一样耶 所以茜的颜色 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写起来的 那接着你就会干嘛了 你一定会提出问题嘛 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颜色差异 那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做出假设 跟设计实验去验证 去找出答案是什么 对吧 所以我们提出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想说 造成颜色差异的原因 是什么 来 所以帮我写上 造成颜色差异 的原因为何 好 我们写 这样 原因是 OK 好 那接着我们是要做出假设 然后在这里 老师需要帮你补充一件事情 你说老师补充什么 来先帮我观察 跟提出问题先写好 然后老师要帮我拉回往上 在提出假设之前 这里我其实可以很直接跟你讲 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说 我买的是综合包 那综合包里面一定是什么 应该是各式各样的禅都有 对吧 所以其实我可以做出假设 应该是禅的种类 去影响到我减的颜色 可不可以理解 但问题是 如果今天我买的不是综合包 或是我今天是送别人 然后说你从别人身上 你从别人家里 拿到一盒 你又不知道它是综合包 那你要怎么知道 我要怎么做出这个假设 我是不是可能要去找资料 我可能去Google 现在你们最简单就Google 那以前没有Google年代 我是不是可能就要到图书馆去翻 昆虫图件 或是看有没有专门在介绍 残宝宝的书 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会有差异吗 就别人怎么讲 所以我跟你讲 在这里你要小心哦 虽然最简单的一个思路流程 这样观察提出问题 做出假设 但是你可以在提出问题跟做出假设之间 你帮我补充一件事情 有时候你要做出假设 你必须得先干嘛 你要做出假设 你必须得先参考文献资料 我找一个颜色比较明显好不好 这个颜色怎么比较好 哎呀怎么好像都 好像都不太 哦写小一点 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资料 在特定的某些版本里面 也会这样讲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你得先去翻翻书 而实际上你在探究越难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翻书的机会会越高 所以未来你可能甚至上大学要什么 你要去设计实验 你得先翻大量的论文 去看看别人有没有曾经 对这些问题或是类似的问题 曾经做过解答 你可以去推论你这个问题的本身 到底解答是什么 OK 所以你帮我补上 在做出假设之前 通常会有个步骤叫做参考文献资料 你帮我补充在这边 OK 那我可能去翻了大量的书之后 我就了解到什么 翻了大量的书之后 我就知道 哦原来看起来别人的记载上面 不同的残宝宝 会有什么 会有不一样 哎呀这老师没办法把他杠掉 所以我这两个观察跟提出问题 你刚才如果没写到的 你自己往前拉 我就从底下做出假设 跟设计时间继续写 因为老师这个APP 没办法再把它倒回去了 OK 好所以我翻书之后发现 哎呦别人好像有类似的假设 那我自己来验证一下 别人讲的对不对 所以我要做出假设 残的种类 来聪明的你这边都没有写 残的种类会影响到碱的颜色 OK 所以残 残的种类 残的种类 会影响到我碱的颜色 种类影响 碱的颜色 你如果碱不会写 你可以稍微查一下 左边是毁 左边是这样 左边是这样 右边是毁 右边是重重的毁部 OK 所以残的种类会影响碱的颜色 OK 好 那我是不是就要设计实验了 那我要设计什么实验 今天就是残的种类有改变吗 那我跟你讲 有没有可能 其实残的种类不是主因 有其他因素影响 当然有可能啊 那我必须要把所有可能影响到 节俭颜色的原因 都想办法先消除 我唯一要探讨的就是残的种类 所以在这边 你要特别要有印象一件事情 我们在设计一个实验的时候 会去定出两种组别 什么意思 我们会定出一组叫主要的观察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探讨不同种类 节俭的颜色嘛 所以我那些各式各样不同种的残宝宝 可能有黑黑残宝宝 橘橘残宝宝 橘橘的残宝宝 或是身上有一点点黑色点点的残宝宝 或是哎呀我已经前驴技穷了 还有 我等一下还有蓝蓝残宝宝好了 这样假设你可能比较能理解 这些就是我们想要看讨不同残的种类嘛 那这种我们主要观察的对象就叫实验组 可以吗 那另外一组 另外一组是我们基本上我们已经比较能够掌握 我们不做任何事情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种 白泡泡油咪咪 就是杰出我们理想状态当中那种白色简的 这种就是我们拿来当作对照组 这个我基本上我都已经 很能够掌握它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实验结果了 而剩下的这些不同的种类 才是我观察的主力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主要观察对象叫实验组 那不做任何事的 这种 这种 或是我们已经基本上 我们已经大致了解它会怎么样的 它就叫对照组 可以吗 这是我们设计出来的实验 那我跟你说 这样的设计非常重要 因为你抓的好 因为这个会完完全全去影响到我最后的实验结果 可以 所以如果你抓的好 就是我们今天设计设的好 很可能就会事半功倍 就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 就可以做出我想要的结果了 OK 好 那底下来有几个名词 也带你稍微探讨一下 这里会有探讨三大名词 而这里也是考试最主力会考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叫控制变因 我刚才说 我们今天除了禅的种类以外 有没有可能有其他因素去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有可能 所以我不是说我要消除掉这些可能吗 所以我要想办法去控制它 什么叫做控制它呢 你想想 禅除了种类以外 还有什么可能会影响 有没有可能温度去影响到碱的颜色 其实有可能吗 所以我必须在设计实验的时候 我的每一组禅 都必须要在一样的温度下生长 可以吗 那这样我就可以知道 温度这时候不会影响了 那再来我可能会控制湿度 我让它在一样的湿度下生长 那湿度也不会去影响蚕的颜色了 那再来我可能甚至什么 我连给的食物都控制好 所有的蚕不同种类的蚕都给我吃一样的食物 那这么一来 食物也不会去影响到 我蚕节俭的颜色了 那而且这个我跟你讲越严谨越好 有没有可能最后是那种小细节 比如说节俭的环境 也有可能吗 所以我会把节俭环境也控制下来 让他们今天如果要节俭 也都只有在一样的环境下 去做节俭 那这么一来 这些因素都不构成 我今天蚕的颜色 节俭颜色的改变了 可以接受吗 这样的控制 我们就叫它控制变因 可以哦 那我们今天 唯一有调整到的 其实就是蚕的种类 而蚕的种类 我们就叫它 操纵变因 可以接受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说 什么叫做操纵变因 它可能随机丢一个实验给你 那你要讲得出来哦 操纵变因 就是这整个实验过程设计当中 唯一有改变的因素 就叫做操纵变因 可以吗 这基本上很多的题主题 一定都有一题问你 操纵变因为何 那你要讲得出来 其实就是唯一改变的啦 可以哦 最后我们去分析结果 我们去看 哎呦 真的每一组的蚕 结出来的颜色 A组 结出A颜色 B组 结出B颜色 C组 结出C颜色 这是不是就是我观察到的结果 那我观察到结果 就叫应变变因 所以你只要看到应变变因 其实它就是实验结果啦 啊如果就我刚才说的 我观察到的结果 真的每一组的蚕 颜色都不一样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验证说 哦 今天的的确确是蚕的种类 去影响到我的实验结果 对吧 但如果今天做出来 哇 所以我每一组都各种五颜六色 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没有抓到真正的原因 那我就要干嘛 我是不是要重新去做一个全新的假设 那我再重新的设计实验 懂我意思吗 可以哦 所以我跟你讲 底下来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其实我们改变的就是操纵变因而已 其他控制变因都必须相同 这样才能一次去抓出一个可能 你不可以一口气设计一大堆操纵变因 那这么一来如果你做出来结果 你就不知道是哪一个变因造成的 所以我才会一次一次一次来 说老师那这样不是很麻烦 如果今天我馋的种类 我第一次抓就真的符合结果 像老师这样 我很幸运 我一次就成功了嘛 嗯那就皆大欢喜 但实际上真的在探究很多问题 甚至更难的科学问题的时候 很难一次成功啦 你就是必须要不断的 而且真的就是这样哦 一次抓一个操纵兵 一次抓一个操纵兵 慢慢比慢慢比慢慢比 去对比交叉才能比出最后的结果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才跟你说 一个实验或一个学说的提出 都是怎样非常经过长时间 科学的累积啦 好哎老师刚才底下没有写到 来我们就把它写上好不好 我们就必须要设计实验 那这设计实验 我们是不是就要准备什么 我们就要准备各种外观 不同的残宝包 这边就帮我写上 准备 各种 外观不同的残宝包 好 外观 不同 的残宝包 那你要切记老师刚才跟你讲的 什么是实验组 什么是对照组 还有这些变音所代表的意思 你都要讲得出来哦 OK 那后面有很多练习题带你看啦 那这些等一下你把这些 这里先看懂之后 然后搭配着后面 老师也会讲解一点点练习题 然后再搭配你把后面的讲义习题 把它练习完 我想应该对这里的掌握度 就会上升的非常多了 来这个帮我老师写上 OK 好来写好之后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多数的学说 我刚才跟你讲 就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累积的 通常都很难一次到位 可以哦 那所以实验往往都需要重复非常多次 而且我跟你讲 你自己做出来的 人家也不一定会信哦 你自己做出来 人家觉得 搞不好你是捏到实验数据嘛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学说 真的要被完完全全探讨证实 有时候也需要什么 你先提出来了 我做出这样的结果了 我觉得是这样 那别人如果做了这个一样的实验 跟你做出一样的结果 好多人都做这个实验 也都跟你做出一样的结果的情况下 那这经过多些 科学家多次的实验探讨 那他就会渐渐的成为 大家相信的状态 那这样我们就叫他学说 OK 那我跟你说 我们现在能够设计出来实验这样 未来哦 科技的发展 有没有可能提出更新的实验技术 有可能 那这时候 当我实验技术改良之后 有没有可能做出全新的结果 当然有可能嘛 所以可能会怎样 我用更先进的技术设计实验的时候 发现更全新的证据 那这些学说 有些可能就会被验证说 哎呦 当年他们用这样的实验 做出来的确 的确是对的 但也有可能发现 哎呦 他们当年这样设计 有哪里有瑕疵 既也有我们这种更新的技术下去之后 我们就推翻了前人所讲的 所以这些 都是有可能被修正 甚至被推翻的 也有可能 就被证实说 以前是对的啦 这都有可能 好不好 这都有可能 OK 好 这就是要告诉你 所以学说 多数你现在学到的课本内容啊 你现在学到了各式各样的科学薪资 都是有很多前人 有很多的科学家 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设计实验 去验证而来的 OK 那后面我们就来探讨这些 老师帮你挑过 我觉得非常不错的考题 那我希望每一题 你都要确切听懂 然后也要真的知道 为什么是如此 可以 好了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点善良啦 第一题是111年的会考题 他直接把我们的科学的顺序 都已经写给你了 那把这个写给你之后 他跟你说 我要探讨蜗虫的行为 并做四个叙述 然后你要判断步骤的顺序 那首先 一个一个你要讲得出来 第一个 我想叛读 提出问题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看这个叙述里面 你会讲到为何 为什么 这个 所以第一个假 你可以把它写上 这就是我们步骤里的提出问题 好 提出问题 然后再来第二个 他跟你说 应该是蜗虫不喜欢有关环境 你只要看到应该是 可能怎么样 这些都叫做什么 提出假设性的答案 可以接受 这是义 然后再来 直接以灯光照射石块下方 记录蜗虫的反应 这就是一种什么 这就是一种实验 我就是直接去设计实验 然后再来 用水足箱饲养蜗虫的时候 发现蜗虫常聚集在石块下方 你发现怎么样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察 懂我意思 那这么一来 那你可以去判读顺序 我一定是从观察开始 所以观察是丁丁 提出问题是假加 提出假设性的答案是义 然后最后设计实验是丙 所以顺序 这样选起来的话 应该叫丁甲乙丙 所以丁甲乙丙 精选类题1 答案选得猪选项 可以接受 这是我们的精选第一题 然后第二题 算是今年的一个很不错的考题 他跟你说阿丰进行实验 然后要探讨什么 不同种的洗涤方法 对小白菜农药残留的影响 所以他就做了各式各样的组别 然后他用相同的方式 种植一批小白菜 而且还没有喷散农药 可是你看 上面我要讨论农药残留 那如果前面要讨论农药残留 那于是乎 我觉得在这些小白菜 在采收后会做一个前处理 然后才会分成五组 那其实你可以偷偷的想一下 我这个前处理最主要在做什么 因为我要探讨农药残留 所以原本我没有喷洒农药 如果原本没有喷洒农药 我做的这个处理 就是要干嘛 其实应该就是要让他接触农药 懂我意思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前处理 因为今天目的 来好不好写 就是要讨论农药的残留量 对嘛 那你当然得先让他接触农药啊 对吧 厚水来讨论农药的残留 可是你看我要让他接触农药 你也必须要小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探讨 我们用各种方法 把农药给想办法给他处理掉 那我们一开始在挑选农药的时候 后也要挑选怎样 一定要挑选同样种类的农药 懂为什么 因为这是控制变因的一种嘛 所以我的农药设计上 一定要保持着什么 最好选用相同种类 因为有些种类的农药 可能天生就容易残留 有些就是容易洗掉 所以这个你要讲得出来 我们在讨论哪一种方法 最好的时候必须一开始 我们要摒除掉 可能农药本身这个变因 所以我要采用相同种类的农药 而且最好也要 相同浓度 懂我意思 所以最好挑选相同种类 相同浓度的农药 所以这一题我可以先写答案 所有的小白菜都要浸泡 同种浓度同一种 答案选BB 这第二题 这个你要小心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可能的变因 除了农药的残留量以外 我们要农药完全挑选相同种类 相同浓度 然后我们小白菜 小白菜准备的量也必须要一摸摸一样样 我们就必须每一个组别挑选的小白菜 最好也都要一摸摸一样样 然后可能他们今天在做这个实验的温度 等等也都必须要控制一致 董伟医师这样我才能确切的知道 是不是我使用的方法 可以显著的去把我们的农药给洗掉 OK 所以包含小白菜的量 包含我们整个实验过程中的温度 等等 都是我必须考量且保持不变的因素 OK 好来先等你 你可以自己按暂停 按暂停 然后把它写起来 写起来之后 我们来看看 阿峰得到的两个观点 根据上面的表彪是否合理 好来看看他得到这两组结论 那得到这两组结论 来关于阿峰得到这两组的观点 何者最合理 我们用选项来直接看他推的结论 对不对好了 来比较乙跟饼的结果 你先看乙跟饼在讨论什么 一个是清水直接浸泡 一个是清水加食盐来做浸泡 然后你会发现 我加了食盐之后 我们的农药残存率反而还比较高 你要看得懂这个的实验方法 他说对检测用酵素的抑制率 抑制率只要越高 意味着我今天农药越多 我今天抑制率才会越高 所以这个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它假设成 这就是农药残留量 这个比例你直接把它当成 农药残留的量 OK 好那所以你发现 我加了食盐下去之后 残留量反而还更高 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哎哟那根据什么 他就你就发现 根据乙跟饼的结果 我今天清水直接 我今天的残留量还比较低 加了东西之后 残留量还比较高 所以不用添加物 比使用添加物的效果好 哎哟那如果以比较乙跟饼的观点来讲 那观点一是怎样的 你反而会发现是恰当的 如果你只比较乙跟饼 好那再来如果你观察的是乙跟丁 那你看乙跟丁 乙跟丁我加了蔬果洗涤剂 结果我农药残留量是不是就下降了 那这样反而是添加物比怎样 不用添加物来得更好对吧 那你就会发现 那以这样的情况下 那观点一是不是就因此又变成 不恰当的形式了 所以B是正确的 以目前来讲我这样推断是对的 然后接着来我们要比较观点二了 观点二说直接冲比各种方法都好 那你就必须要让每一组来跟物来做比较 对吧 所以比较甲跟物甲都不冲 丁是直接冲 那你发现农药残留量大幅度下降 所以代表着来观点二是恰当的 对吧 或是就算你比较乙跟物 一个是用泡的 一个是用冲的 那也是冲的比较好嘛 所以洗的只要有洗 都比其他方法来得好 所以观点二怎么样 都是恰当的 懂我意思 所以这一题 我们才因为这样 我们才选择B来作为解答 看一下你是否安好 好 接着我们就来看精选类题三 那精选类题三 前面一样 用科学方法 给你一个实验报告 那我就说 这是考试非常爱用的手法 就是必须要你要跟实际的例子 去做结合 那这里主要要探讨的是 一元硬币 对于解决存活的影响 你有发现直接上面就给你自己看 上面就给你自己看 我们底下是在告诉你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实验 然后甲里面放了一元硬币 然后乙就没有放一元硬币 然后各放入30只结决 然后控制都给他相同的食物 相同环境 然后去看结决的存活率 所以你看 我们这个实验 如果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讨论一元硬币 会不会去影响到结决的生存 那今天唯一改变的就是什么 你看左边右边唯一的改变就差在 有没有什么 有没有一元硬币 所以所谓的操纵变因就是唯一改变的 所以答案应该就选一元硬币了 那再来 我说除了操纵变因以外的 所有变因都是控制变因 对吧 所以试着叙述 为什么两个要道路相同存水 我讲最好连环境都要一致 温度都要控制一致 什么都要控制一致 因为我们今天仅讨论什么 我们今天仅能够讨论一元硬币的有无 剩下的都是控制变因 所以当然得道路相同的存水 懂我意思 所以报道写 仅讨论一元硬币的有无 其余都是控制变因 所以为什么要道路等量存水 因为这也是控制变因的一环 所以其余为控制变因 任何的可能我都必须要保持一样 好那聪明的你 那今天如果要这样判读的话 那谁是实验组 谁又是对照组呢 那聪明的你 就是我额外有加入一元硬币的这一组 就会是我们的什么 这一组是不是就是会我的实验组 所以实验组就是我们的甲 而乙呢 乙就会是正常生长的情况 那这作为我们的对照组 因为解决一定也有自然死亡的可能 所以我们有实验组跟对照组 这样写出来 所以谁是实验组呢 甲啊 谁是对照组 这是乙 懂我的意思 好那你最后你看这个结论 我们的应变变因 就是最后的实验结果 那最后的实验结果 你会发现一个存活率是43 另外一个存活率是40 那这样的结果 是否支持他所提出来的假说 你发现加了一元硬币存活率反而上升 对吧 你实际上真的做了这个实验之后 发现好像不止怎样 我一元硬币看起来没有去抑制掉 结绝的生长 我加了一元硬币下去之后 结绝的生长反而还一点点的稍微略微提升了 对吧 所以看起来是不支持你的理论的 OK 好 甲组的存活率并没有比较低 甚至还高了一些些 好 所以第三题答案选什么 答案选C选项 可以接受 看看你是否安好 这是我们的精选类题3 看看你有没有障碍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精选类题4的部分 那精选类题4要早论的就是疫苗了 因为我们疫苗的设计 也都需要按照我们所谓的科学方法 那针锋的补充影片里面 老师付费课程补充影片里面 也有去详细的去告诉你不同的疫苗 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还有它必须要遵照怎么样的模式 去做疫苗的设计 那这边一样 这阅读文章里面一样告诉你 我们目前对付COVID-19 有主要的几类疫苗 包含你常常看到莫德纳跟BNT 你身上可能打的就是BNT疫苗 看影片的同学们 那当然像老师 老师是比较前期打的 老师打的叫AZ疫苗 啊交生疫苗 现在已经慢慢的不见了 大家比较没有在用这种了 好反正 这些都是可以打在我们身上疫苗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种类 那最早 其实这些疫苗都只能打在成年人身上 因为未满18岁 到底能不能打 其实讨论了很久 那其中最积极的其实是辉瑞 也就是其实你就是 目前打你身体里面的BNT 他很早就启动了 青少年三期临床试验 就大家都还在讨论新冠疫苗 有没有效的时候 因为BNT很早有效嘛 好所以他很快就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打在小朋友身上 好所以他很快的就去征召 比如说他一开始做的实验 是征召超过2000名12岁到15岁的受试者 进行我们所谓的三期试验 所谓的三期试验 就是疫苗有效力的测试 那你要知道 疫苗的设计上 会把它设计分成两组 最主要的 一组会是疫苗组 一组就会是安慰剂组 你去想一想跟你前面学的 为什么要有疫苗组跟安慰剂组 我觉得你讲得出来 我们现在来讨论的是不是就是 疫苗有没有效 如果要讨论疫苗有没有效 那所谓的疫苗组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实验组 懂我意思吗 那另外呢 另外我还要准备什么 另外我还要准备一部分 就是不打疫苗的 我们要去看疫苗 跟不打疫苗的差别在哪 可是我不能让受试者 一开始就知道 我自己有打疫苗 还没有打疫苗 你如果直接叫他去 然后又没打疫苗了 那这样其实他的心情啊等等 也是可能会影响的因素 所以我就一律 其实我都会打东西进去 只是我不会告诉你 你打的是真正的疫苗 还是即使你打进去的 只是所谓的安慰剂 因为我要去长期 我要可能会花一段时间去统计 到底有没有得病 那我就一律都打东西下去 然后我不要跟你讲 让你都觉得 我是有被打疫苗的人 这样才会比较公平嘛 所以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个一组会是所谓的疫苗组 那一组就会是所谓的安慰剂组 那他就会是我们的对照组 OK 那结果发现疫苗组的1000多人里面 完全没有人得病 而安慰剂组的就真的有人得病 那从这样的数据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 哎哟 那我真的打疫苗的保护力 看起来蛮不错的嘛 因为没有半个人 因为打疫苗的关系 而因此患病 所以你会发现疫苗保护力 非常非常的高 那因为只有辉瑞疫苗做 所以当然最后你有发现 政府开放 是不是就只开放辉瑞疫苗 让你们打 其他疫苗敢不敢乱开放 不敢 有没有可能其他疫苗效果 跟辉瑞一样好 甚至更好 不是不可能哦 只是因为其他疫苗没有做 没有做你就没有数据 没有数据 你当然不可以直接去做假设说 他打下去可以有帮助 所以这也是政府 因为科学数据的关系 让国中生只能打辉瑞的原因 懂我意思 好 所谓的安慰剂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不具有疫苗效力 看起来完全跟疫苗 他连包装都会做的一模一样 但是他不会因为打下去 就对你造成伤害 毕竟你是帮忙做实验的 如果打下去 出现伤害的话 那其实问题很大 OK 好 那下面第一题果然就问你了 一组施打疫苗 而一组施打安慰剂 那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要创造出实验组 与对照组的差别 对吧 所以打疫苗的 就是我们的实验组 打安慰剂的 作为对照组 安慰剂是不会有效果的 安慰剂就只是 要作为对照组而已 好 施打疫苗组为实验组 要证实施打疫苗的人 会产生抗体 这没问题 所以精选类体物 我们选择C选项 懂我意思 好 再来 我们国内也会有高端疫苗 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 我们不讲政治问题 我们单纯去讨论 在台湾也可以施打 可是为什么政府 不开放他 打在青少年身上 来 第一个A选项 高端疫苗是 蛋白疫苗 效果不好 我跟他讲 效果好不好 要做实验才知道 跟他本身的种类 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再来 B 只有莫德纳通过我们许可 可以在青少年施打 不对 通过许可的也是辉瑞疫苗 C选项 辉瑞就真的有做过青少年人体实验 而且就因为有做出效果 所以政府才会许可合不合理 当然是对的 什么东西都是要基于我们看到的数据 才能做出决定 可以接受 再来 朱选项 AZ 效果也很好 因为是人家大厂出品的 就有保证 也不见得大厂出品就有保证 我就跟你说 学完这个章节 你必须要有的心态 就是几分证据 就说几分化 懂我意思 好 所以你一切都是数据才能讲话 所以第二题答案选的是CC 好 接着看第三题 那结合过你所学的科学方法 何者正确 那所谓的安慰剂 来 你要聪明的 你要知道 他可能就打食盐水或什么 只是装成像疫苗 但不是什么 浓度比较低的疫苗 没有 他就是没有效力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A选项 不能说他只是什么浓度调低 No 他就是不会跟疫苗有一样的成分 再来抗体的成分是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疫苗效果一定最好 一样 不能这样推论 我就说一切是数据才能讲话 再来C 如果要开放12岁以下 施打疫苗 就应该直接选用 你看刚才上面指说 我做过12到15岁 所以一开始的政府要开放 也是只能开放12岁到15岁打疫苗 12岁以下 如果真的要打疫苗 你就得再做一组实验去看安不安全 有不有效 懂我意思吗 不能因为我12到15有效 而且安全 我就直接开放给12岁以下 这也是不对的做法 懂我意思吗 好再来 那这些有效率测试 如果累积受试的人越多 得到的数据就会越准确合不合理 当然随着数据越多 会越接近真相 这看一下是否安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有关于科学方法的一个影片 那希望藉由这个影片 让你对于这些概念 有个更深层的认识 OK 好那老师影片就这样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就欢迎你在底下留言 来跟老师做讨论 OK 那也很欢迎你来购买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的讲义 你很想要的话 也很欢迎你来参加老师 完整的付费个程 OK 好了 那我们的影片到这里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